空寮区奥迪风雨操场是地方上使用率很高的集会场所 不论晴雨在这里办活动都很适合 只是新建十多年来因为未处近海潮湿地区 雨遮已经袖石严重还有漏水情形 对此11元01期协助争取修缮经费 目前正在整修当中 希望完工后给当地居民一个更舒适的使用空间 这个风雨操场使用率很高 除了台风天以外 每天都有人在这里打球 在这里感谢了你一起议员及七光所的协助下 帮我们整起这个经费 然后目前工程在进行当中 那希望我们民众经过的时候能够注意安全 那另外因为奥迪风雨操场 那很多包括人力跟真理的民众办活动都在那个地方 那夏天的时候虽然是透空的 那但是天气还是非常的热 那因此一起也争取了经费 等到我们整个那个工程完工之后 我们会加设固定式在天花板上加设固定式的风扇 另外一起也补助了移动式的风扇 然后希望让我们未来奥迪民众在风雨操场下面办活动的时候能够更舒适 奥迪风雨操场既有雨遮钢垢目前已有表面锈石情形 其屋顶板有局部破损漏水情形 如果不及时进行防锈处理及修补 既有钢垢将继续进一步锈石 进而影响结构安全性 各纳区公所目前正在进行全面除锈 针对破损处修补后再进行全面上期以延长使用年限 这边就非常的感谢新北市政府还有我们领袭议员 在给我们的经费上的大力协助下 提供公所一个维修的一个方向跟方法 那我们目前这整个工程就是在朝向将除锈跟重新上期 另外整个工程的进度呢也如预期在执行中 我们看能不能赶在二月底之前 就将这整个工程能够完工来重新开放 民众的使用 工聊区每年十月到隔年二月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而且容易下雨 且因东北角的沿岸风速较大 风雨操场部分钢垢设施表面已经锈石得很严重 在此地方也感谢市府区公所及市员李一齐的协助 让风雨操场得以修缮 介成为工聊采访报道